工人会将烧制通红软化的玻璃 利用电钻 将其按照一定的纹路盘取拉长 直至原本厚重的玻璃变成直径一厘米的长条 这样玻璃上的花纹就会呈现丝状 这是即将失传的花丝玻璃 其展现的花丝纹路让人心悦神移 但却因为复杂的制作工艺即将无人继承 制作它会用到这些硅砂与石灰的混合物 2400摄氏度的熔炉需要几个小时 才能将硅砂混合物全部融化 工人会先取出一点 这将被做成彩条也就是花丝的前身 将白色的玻璃块粘住并反复加热融合之后 会将加热软化成太非糖的彩条 用另外一根铁棒将其慢慢拉长旋转 这十分考验工人的技术 太过用力玻璃极易断开 太慢玻璃也会快速凝固 而那些拉制成功的彩条 工人会用钢刀将其切断成合适的长度 并用另一团融化好的玻璃包裹起来 利用开头的方式 借助电钝的旋转 将这些彩条做成花丝留在玻璃内 花丝做好之后工人会将其排列整齐 并放进火炉中加热软化 这样就能用另一个玻璃末端将其卷曲起来 之后另一名技术工人 就能利用夹子 为其塑造出一定的形状 而潮湿的木块可以让玻璃表面变得平滑圆润 最后工人会将塑形好的玻璃饰品 进行最后的把手与装饰的制作 这些也只能人工来完成 我是蛋丁 我们下期见